擔心大型养殖場污染水源地 花蓮在地居民走上街頭表達不滿 在人民的抗議聲中 花蓮縣政府去年六月 以捕風未達成在地共識為由 撤銷各項許可及執照 最後捕風不滿提起行政宿院 並在今年一月 農委會已費照理由不足 裁定撤銷原處分 捕風宿院成功 不能接受原因是 其实我们是愿意接受 他来召开说明会的 这个公厅会 我们也有回文给他 但是他说他们觉得没有必要性 但是如果他已经来 糟蹋我们的土地了 才来跟我们说明 这样就没有意义 所以我们认为是这样 相对的 这样子对我们整个太巴朗的部落 或者是法国的部落来讲的话 造成严重的污染 站在太巴朗的居民的立场来讲 就是坚持反对 让捕风在我们太巴朗上 有的吸引来盖一盖捕风养机场 记者致电捕风却未获得回应 来看看农委会书院决定书的裁决内容 当中指出 花莲县府只许明捕风不尊重在地民意 导致民众抗争造成社会内耗 影响了花莲产业发展等情况 但却为具体指明容许使用不废纸 将对公益产生核种重大危害 构成处分理由不充分 因此将原处分撤销 也针对整个内容的部分以行文给农委会 针对所有就驳回的这个部分 再次提出我们的疑议 以目前来说 现在我们还是维持现在撤照的立场 那我们持续来跟农委会来进行沟通 面对捕风公司的卷土而来 华莲县府强调撤照立场不变 而凡捕风自救会则已经前往监察院陈勤 未来将持续抗争 不排除前往农委会表达诉求 云市新闻在Lowbeats 花莲凤林 花莲市采访 圣童